生活部落格 今天很开心 快来过年的时间 我们当然要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惯 所以今天我们面前有很多 赫年食品有年糕 亦有很多炸的食品 我们都非常喜欢吃 当然我们今天也要找到嘉宾 首先今天有歌手侯惠玲 Cony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 接着我们也有人成专家 这位是Eric 你好 东元浩的Eric 創办人 我认识了你很多年 每年你的年糕和赫年食品都很有创意 今年你特别打了个电话给我 未到一月他已经问 可不可以带朋友上来 试一下你这些年糕有多特别 起初我跟Eric说年糕可以有多特别 不过我现在就发现原来有些糕我听都没听过 所以我们特意带一位美女歌手上来 看看她听过没有 到时你试完 后来你就要给我们一个真的口味的评价 看看这个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这次真的是找对人 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吃东西 刚才准备之前 我将来就约你 看看有些什么 我先拍给大家看看 你先看一看这些糕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很多不同款的糕 有咸有甜 但现在只看样子 都包装得很骨子 Cony平时你会买年糕吗 我会呀 我刚才在周围默色 有些什么年糕是适合今年过年的 今天你也非常棒 有很多选择给到我 但平时如果你买年糕 通常是用什么来做准则的 首先真的要好吃 而且要有不同的品种 可以给我们家人和朋友 多一些款式选择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都很不同 我希望可以满足他们 没错 有时有些新派的年糕 的确是可以令大家 在赫年时可以开开心心 其实如果口味可以特别一点 大家在赫年的情况之下 都一样可以在传统上加一些新的趣味 但在说新的口味 其实离不开我们经常说来说去 都是萝卜糕年糕这类型的东西 有些什么新的东西可以介绍呢 Eric 今年最新出品是银鱼沙角膏 银鱼沙角膏 第一次听我这个名字 是的 你发音吗 不是 我当然要和这个厂合作 也有份想的 一些 他们说可以做到出来的效果 很像萝卜糕 但是吃下去 是否真的很像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看 是健康的 因为问题是我们不是用猪油做的 是 你不是用猪油做的 不是不够香 是用植物 那你就错了 是 反而是要试一试 就知道那个感觉 为何可以做到猪油的感觉 现在画面看到这个 就是银鱼沙角膏 当然煎工是不能卖给你的 所以你家人要看它煎得好不好 这个就煎得很漂亮 不过味道就一定要 Cony 先试一下 好 先试一下 Cony 你先试一下 我先把银鱼沙角膏放在这里 接着我给一个碗块的Cony 你试一下 究竟这个银鱼沙角膏 你有什么评价 Cony 慢慢夹 第一次试 是的 Cony 夹一夹 看看究竟这个银鱼沙角膏 对于你来说 外形是不错的 是 是蘿蔔糕类别 是 咸的 是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 说到很特别 但有时候有时候是中伏的 没错 这个很好吃 是吗 如何好吃 看看 不是夹饱 味道是 未吃过 未吃过 这是新嘗試 我拍近一点 鱼味是很鲜 大家现在看到 真材实料 很多萝卜在这里 是一粒粒的萝卜 再加上 你会看到 银鱼剁碎了 而且沙角 我吃到口感 非常好吃 有口感 很足料 不是散的 很足料 是的 其实我看到 有时候 现在银鱼沙角膏 这东西 不是取代 但可以伴随着 萝卜来吃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的 没错 会不会卖到很贵 还是其他 当然没有 差不多价钱 所以基本上 有一个多新的口味 比多人选择 这个就是新的口味 不过 我们很注重传统 所以 我还吃到瑤柱 很足够的 有 有 没错 所以 在画面 大家看到有什么料 看到我不停吃 你会不会拍摄 不会的 那继续 现在这个就是传统的萝卜糕 我现在给大家看看 这个萝卜糕 我现在给大家看看 这个萝卜糕 这个是国宝茶 这个是南非国宝茶 南非国宝茶 很重要 我第一次这样配搭 看南非国宝茶是怎样的 这个很清 因为我很怕这些茶 有很大股苦结味 这个没有苦结味 之外 它有一种 好像是果香 或是花香的味道 也有 真的有 我没喝错 而且很少喝茶 会喝到滑 通常都是稠的 是 喝到几口 清理了口 之后 可以再试一下 现在我们和Conny 试一下这个萝卜糕 先拍一拍这个煎工 和你试一下Conny 就可以开始够了 好 做这些Conny的糕点 有第二种非常重要的 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选择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择一些 不太削 但是又不要太硬的 不要以为 你说硬的 就是厚的耳煎 你贪它耳煎 不要紧的 出来就不好吃 但是如果你说太削 其实你都煎不起 就更加没得吃 Conny 你的评解是怎样的 这个萝卜糕 它的味道很甜 是的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自己 很多需要吃甜品 在咸的糕点里 吃到一点点甜味 嗯 它的萝卜味 你的甜味是萝卜味 是否有点脆口呢 脆的 它煎得好 这个真的好说 你用的萝卜本身是否漂亮 因为萝卜的用料 你真的不要看 萝卜几元也要说是否漂亮 不是的 更不漂亮的萝卜 可以差很远 这个萝卜的清甜味道 出来了之外 一点用料都不省 我看到里面也挺足料 有一样东西要赚 这两个糕 因为我平时吃的萝卜糕 因为我吃到萝卜丝 然后一天吃糕 这两样的比例混合得很好 很重要 咬下去很稠 但我是咬到口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赚的地方 在Cony吃萝卜糕和银鱼沙角糕的同时 我已经在拍摄这些 我们叫贺年的甜点 传统甜点 其实这几款甜点 我相信大家都不用多介绍 不过 好不好吃 又是另一件事 甜点又有另一个很巧妙的位置 除了说味道之外 究竟你做的时候 它够不够 炸得够 透不透 或者会不会有过了时 吃下去会不会蓬一声散 其实都是一个很 你要去试的东西 这个不容易做的 以前过年家家户户 我们都在说 它是会去自己包油角 但现在我想包油角 基本上就失存了 我曾经都懂得包油角 不过我给了师傅 让我试试这个油角 行不行 我说起这个油角 我知道是很传统的食品 但好像我这些厚一辈的人 我就是因为过年 你厚很多一辈 告诉你 然后我就会因为应节而摆 一些来摆 大家会看到 我认为这个应该很好吃 油角最好的境界就是 你现在在画面看到 皮不是很厚 但它一样是成刀型之余 里面花生混出来的咸 亦都很足够 我吃的那些肉口之余 你现在看到还有这么多 这种就是你选择油角 最需要知道的一个巧妙的地方 好了 让我先吃这一只 Cony你也很喜欢吃甜的 我想试试这个笑口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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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挺喜欢吃笑口组 但你吃笑不笑就知道好不好 是 嗯 行不行 嗯 好吃 是不是 有些人看见我不敢说话 哇 风脆了 然后就吞着你 牛耳呢 其实呢 你在台湾有时候 你行夜市就经常看到 每个都排长龙 香港呢 很松脆 那究竟看这个呢 行不行 这个我真的第一次吃 因为我没吃过这个品牌 那你更加要试 是不是很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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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这个很特别 这个感觉 而且它的味道慢慢滲出来了 很脆的 其实它不是第一时间吃到口 那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而且你觉得它很油 嗯 对 因为我很怕这些是有些很油 吃完一粒就已经觉得滑了 趁这个时间呢 还有点时间给大家看看这个年糕 这个年糕看上去就很传统 没什么特别 不过Eric一向说要摆出来介绍的东西 我就觉得它没理由不特别都摆出来 不如你说有什么特别 最主要我觉得中间这个福字 这个福字 写错字吗 不是写错字 我以为写错字 这个是南瓜的味道 特别之处就是这个 如果做送礼的话 也可以一个新的尝试 很大齐这个 很少年糕在中间会有福字 买福字还要不同色不同味 通常福字在包装上 对 所以你买这个 就真真正正的所有福气 都进入到你自己身上 如果不是 其实你吃那个年糕的时候 那个福气就要撕走了 他给了不知谁 所以这个其实都非常严重 这个时间再拍下 其他不同的旱年糕店 给大家看看 有金元宝 另外有一个平时只是在酒店的酒席 才可以吃到的鲤鱼 对 这里有很多高件 这个真的是传统的年糕 其实刚才看到的小口租包装 也是一个很干净很精美的包装 所以大家看到 简洁得来也是非常卫生 高也不是很大盒 不是很大盒 这个是煲的不是扁的 为什么大家可以买多一点 吃多一点之余 款式也很重要 如果你说我突然之间 买一个很大的给你 我只能吃到一只味 是的 尤其是现在的家庭 家家户户户都行两个人三个人 这个尺寸 一个人两个人就刚好 我就是喜欢这个份量 因为我可以试完这么多只味 Eric 我们吃饭时间就差不多 不过我和Conny 其实时间有很多 所以待会我们逐一只吃饭 全部都吃完 这些绝对 观众朋友如果对于这些高点 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回来这个网页 到时就可以去预订 以及可以上回来这个门市 看看你的运气 可能你卖光了 我们其实这个节目一出街 大家要砰砰 真的要卖手 是的 不过你们也可以上网页 预订 如果有什么问题 没错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inbox东元号的网页 或者打电话 他们都很乐意解答大家 今天再一次多谢Conny 上来和我一起试吃 亦都多谢Eric 有一个这么好的介绍 亦都给大家知道 什么叫银鱼沙角糕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吃饭 好你也继续吃 Eric 我们去那边煮 好 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M给 EMP5 急 今天 surf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